第22135 找到了 爆米花的做法 拉开中间的门 放入爆米花 然后向右转两圈 向左转三圈 再向右转半圈的一半 最后再向左旋转半圈的一半 完成了 现在只要再等十秒就可以了 王子殿下 这好像不是爆米花的做法 而是十秒金的用法 什么 这不是向左转半圈的半圈吗 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王子殿下 你在哪里 王子殿下 你还好吗 王子 王子殿下 王子 auch 王子鹿 王子电 啊 食物 火 烤吧 跑去 王子天上 我怕帮了身份 也下班成原始人了 咱们快点回到现代吧 BB 快出机时光级 那需要王子天下 重新选择按钮 你这个没用的机器人 想用两圈 然后是什么来着 好了 好幸亏啊 好像是回来了 好像是那王子天下 但是这是什么味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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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不要过来 我们这下时间在对我呀 你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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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家伙又在干什么 爱不爱你 宾宾 你给我起动十万斤 我来都还地球怪物 坏到一百万的钱 你想把百万年前的世界 变成火海吗 火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 但是如果不小心 就会很可怕 一旦起火 旁边的墙纸 窗帘会被点燃 瞬间蔓延到整个房屋 引起火灾 烧伤身体 所以不要随意用火柴 或打火机点燃蜡烛 或打开煤气 玩火药或冰炮 知道了吗 如果家里着火了 不要试着自己去灭火 而是要大声喊 着火了 着火了 马上开门出去 才是最重要的 尽快告诉周围的大人 或向警察叔叔求助 当然还要马上联系家长 我们呼吸的氧气 是火的助燃剂 如果慌张乱跑 会使空气流通更加流畅 而引起更大的火灾 所以小灭火 就要先停在原地 把有火的一面 朝着地面压下去 再用手捂住脸 防止吸入更多烟 然后一直滚动 直到火完全熄灭 还有 如果可以呢 就用湿毯子裹住全身 就更好了 哦 明白了 地球人 我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 ICO团洛介习 下一个 我 为了让艾枯王子处于危险境地 按照迦勒芒伯爵您的命令 找到了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是吗 在哪儿啊 是的 那就是 丛林 好可怕 下一个 等等 没用的家伙们 这次的作战计划是 看什么 快把艾枯最害怕的地方找出来 好害怕 真的好害怕 所以说一定要好好刷牙了 不行了 你去牙科吧 什么 喂喂 绝对不行 牙科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 他们用可怕的针和钻头不停的又炸又抠疼疼的猪牙 牙科 我是确定不会去的 难道比鬼屋还可怕吗 更可怕百倍千倍 我看还是向莱密小姐汇报事情 地球人是仅次于牙科 太可怕了 然后才是鬼屋 但是 就这么忍着万一出大事 出大事 出什么大事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说 是 是什么事 没什么事啊 艾枯到底怎么了 他怎么那样 王子殿下的事情不能随便跟你说 给 这是你最喜欢的干电池 从哪说起呢 放开我 牙齿都变成这样了 还眼神 你 你这个叛徒 小人 其实 我也是为了王子殿下 几块电池就把你收买了 你别乱都会过 一块电池就够了王子殿下 你们俩给我安静 给我站住 这样不行艾枯 我们去牙科吧 不用 以后我就吃软的食物 像冰激凌那样的 冰激凌可能都吃不了了 像现在种的牙糖 就不能正常咀嚼食物 牙齿是把食物嚼碎 让营养能充分吸收的器官 平时不认真刷牙 就会长蛀牙 还会让牙齦疼痛 这些坏蛋 因为蛀牙里的细菌 全靠摄取糖分生存 少吃糖 巧克力 饼干 碳酸饮料 冰激凌 多吃蔬菜 水果 牛奶 豆类食物 那就不能吃冰激凌了吗 不是的 吃完想吃的好好刷牙 就可以预防住牙 每天三次 饭后三分钟内 每次三分钟 把牙齿里外都刷干净 这个也叫 333刷牙方法 没错 特别是饭后超过三分钟时 牙齿间的食物碎屑 就会滋生细菌 所以一定要遵守 333刷牙方法 还有睡觉前 最好再刷一次 根据年龄和牙齿状态的不同 刷牙的方法也会不同 定期去牙科 接受牙医的检查和指导 即使发现蛀牙并治疗 是不是很好 知道了 这里是牙科 这个地球怪物 居然讲着讲着就把我骗到这儿 这人的食物 你还给我滚过来 大夫你好 不行啊 真舒服 这么舒服 怎么没早来 是啊 艾哭 牙科是保护健康的牙齿 治疗蛀齿的地方 那我们去吃冰激凌吧 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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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库你回来 下雨呗 加勒芒 加勒芒先生 去哪儿了 刚刚还在呢 放开我 放开我 所以 要按时刷牙 要不绝大人 讨厌 牙科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地方 哇 小孩born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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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放在哪里